飞机如今已经是很常乘坐的一种交通工具了,无论是什么样的交通工具,大家都不希望玩点的。 但是今天要说的这个机场,如果乘客没有急事,可能会希望飞机玩点。 这个机场就是位于迪拜距离市区4公里处的迪拜国际机场。 是阿联酋迪拜的主要机场,也是阿联酋航空公司的枢纽港。 可启将所有的机型,阿联酋迪拜政府投资330亿美元,兴建的这座世界上最大的机场,景林杰贝拉里。 其名为迪拜世界中央国际机场,是全球最大、最先进的机场。 它的总吞吞度量,是目前迪拜国际机场总吞度量的10倍,中东地区最大的航空港。 迪拜机场2000年底,刚刚完成耗资5.4亿美元的扩建计划,使迪拜机场的接待能力进一步提高。 每日近300多个迪拜航班,飞往世界各地,因为机场内拥有众多的商店。 因此它成了在阿联酋购买免税商品的主要场所。 有人开玩笑说,迪拜国际机场集团,就是阿联酋设在迪拜的大商场。 各种国家一线的奢侈品,都能在这里找到。 让人们眼花缭乱。 迪拜国际机场免税店,是中东和北非地区最大的免税商品零售店。 2008年销售额达到11亿美元。 一夜成为全球销售额最高的机场免税店。 同时这里还有一项特殊服务,就是如果在机场乘机时间超过10个小时的话,你会得到机场提供的免费酒店住宿,以及各种免费的餐饮。 给你极致奢华的等待时间享受。